好 当然这个礼遇被删掉 那么陈水扁也透过有人的转述 说那这样出来的话只能够当乞丐了 我们看看他如何反应 陈前总统这个卸任总统礼遇金 既然被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新法给挡下来 所以当然就要被取消 那么扁家跟扁半似乎是显得气氛比较低迷 陈志忠就预告说未来扁半会被裁掉 陈水扁更透过幕僚说自己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就算有机会他被放出来也只能够当个乞丐 支持者家有声不断 但陈志忠脸色凝重 父亲一年八百万的卸任礼遇金被取消 等于断了一条几脉 扁半面里没有经费 那当然就必须要来裁测的一个命运 至终现在要处在竞选 并没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收入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家里是雪上加霜 预告没钱办事也向扁幕僚喊话 扬不起你们了 未来扁半将转型 由接受捐款的凯达格兰基金会接手业务 但事实上扁半早已进行瘦身作业 从月租二十万的管前路 搬到租金四万的林怡杰 他表示那他现在可以说是真的一无所有 如果他有机会出来 那也只能当乞丐 陈水扁欲中叫求 但出来会像乞丐吗 但人民看扁家的日常生活 恐怕很难跟这两个字做连结 所以他所需要的医疗费用 看护费用会比一般人来得更巨大 对我们产生很极大的一个困难 陈之中为了参选辞掉工作 全家胜黄跃进交钢琴 月入三万看起来入不敷出 不过却频频被媒体捕捉 带饶力士表还开进口名车 还偶尔去坐顶级SPA享受人生 全家经常叫穷 陈夕与赵建民开双兵名车 也是开得很顺手 元首现任礼遇被取消 对贬家来说肯定是一大损失 但对照平日贬家奢华生活 这比资金缺口首当其冲的 恐怕是为贬家打工的幕僚们 最终是黄梅跃进交与台北高雄采访报道 好已经被关了630几天的陈雪扁 似乎还是对于自己能够重获自由是信心满满 所以他说呢就算有机会被放出来了 也只能够当个乞丐 好一鸿你怎么来看呢 这个贬家这样子的反应啊 陈志忠还在叫穷 这个修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总统以后的总统副总统一起适用 其实不是就是针对陈水扁 当然是针对陈水扁 没有陈水扁发生贪污的事 怎么会有人想到去 把本来已经要等到贪污罪确定判决完之后 才取消了把它搞成一审 一审就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一审判决有罪去把它取消 这个当然是针对陈水扁 那现在就谈到不受既往的问题 那绿营的律师他是认为说 所谓不受既往就是说 陈水扁认 这个取消了这个 这一次改的 只能适用陈水扁以后的总统 陈水扁的总统的认内 是不适用的 但是法务部那官员的意思是说 是适用陈水扁 但是呢你已经花掉了 你已经花掉了这部分 我不把你追求回来 这是部分不追求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道理 因为既然针对陈水扁 就是要针对他已经 花掉的部分你说再把它拿回来 老实讲已经花完了嘛 又挨没有钱 你要再把它追回来 又要打官司干什么 他不拿回来 到时候要打官司 把他财财拿回来 很麻烦 干脆前面你花掉就算了 至于说扁办会不会赶快把这个钱 在你总统公布事情赶快把它领回来 我认为他领不回来 今天总统府的作业如果能让他去申请 然后又发给他 又把一笔钱发给他 这个总统府有人会去包围他的 因为你立法院已经单独通过了送总统 总统公告 为什么10天 所以我收到一天我就给他公告 10天内 10天内 一刻公告就可以 那你申请像总统府申请 我给你手续办卖一点就不行 我认为说你有这个项目 不清楚哦 在韩国里面办 在公布跟你跑两天 怎么会被你领走呢 花钱在你这里 公告都在你掌控之内 你怎么会让他马上把你钱领走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我是说陈水扁 他们家生活不会有问题 因为他有钱被冻结 假如他真的能告诉法院说 我们家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妈妈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法院会给他决动不分钱 让他去看医生的 怎么法院会不人道道 看眼睁睁看着吴时针没钱看病而死亡 不会的 所以陈水扁这个不要害怕 那你们假如陈水扁以后出来 你以后官司打赢了 你是贪污无罪确定了 偷偷恢复啊不是吗 只是暂时被冻结嘛 并不是没有啊 那你贪污假如他已经确定 要进去坐牢 你也不会当乞丐 因为你坐在在牢里面 国家会养你的 好 所以呢换句话说 我补充一下 这个案子 看起来是只针对陈水扁 其实不然 有一个很老的案子 在2007年的921被起诉的 那吕秀莲被起诉的是 贪污就是 他是这个特别费的案子 可是到了今天 快三年了 下个月就三年了 他一审没办法宣判 如果不知道台北地方法院 是在干什么 那就关门 你既然不会判 那就下去当律师好了 判不出来 那吕秀莲的这个特别费的案子 以我的这个粗浅的了解 当然是要判有罪啊 你怎么可以把特别费拿去 买罐头 你买罐头看什么 莫名其妙 那这个不宣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如果宣判之后 吕秀莲的随护是不是也要 受到这个 就一个修法的影响 主席那个国安的那个层级 就是内卫区的那个随护 它是一定的规格的 不是说八个人 然后变成两个人 我们有好几个立委 其实他是有随护 他们也不好意思讲 我就来讲 他们有一个随护 然后穿着便衣 然后口袋带一把枪 放在腰机这边 然后就跟着立委 走来走去这样子 那个随护能干嘛 那个随护我就是那种 花瓶用的 就了胜于无 一个心理的安慰说 我旁边有一个随护 可是真的有人 要对这个立委怎么样 那个随护能干嘛 就一个人他能干嘛 他一个人能够 看后面看旁边 又不牵你一眼 不可能嘛 但是一个安慰性质的随护 那说基本的这个 最基本的安全能够维护吗 那是个刑事的作用 你今天把内卫区的这个随护 所以那二到三个人 那要干嘛 那不是变成跟立委的规格一样 那你外面的那些东西 都没有处理 包括我讲的那个中卫区外卫区 那是骗人的 我要补充一下这个鲁武炫的部分 鲁武炫他连被船都还没被 他收到船票他就去巡团 他根本没被起诉 他拿到船票 他就心情不好 他就跑去跳 鲁武炫的总理韩民署 是被判无罪的 后来被判无罪 韩民署今年还去选那个首尔的市长 可是输了 就是输给那个连任的 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你国民党怎么会以为 这个东西会有票 就觉得蓝军的选民都很笨 一看哦 阿伯的钱被删掉了 年代没出来投票 对不起国民党 快出来回头 可是大家如果仔细一看 你这是假的 你这样求水 求水就要跟我们骗了 钱对他们家就不是问题 所以郭伟先生也说了 你随负的部分 你跟他减外面都同样 我问你中卫区外卫区 道路警卫有变吗 通通没有变 只有内卫区的规格变 变那个没有意义 我说这样子的修法 刚这个有华兄有提到 两年了吴玉生委员提了两年了 那为什么现在才过 为什么 我请问国民党跟马总统 出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种 这么简单的法条修正 需要搞两年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怕民进党 国民党怕打架怕锁门 举手表决输人家 明明人比较多 手都举不起来莫名其妙 那荤庸无能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一拖拖两年 现在我们要过这个法案 然后会 甚至还有部分的蓝军委员说 这样有毒士气大震 这是什么逻辑呢 你现在国家法律都跟他说 这种案子要躺两年 就立法院的品质跟效率 国民党的这个决心跟意志 其实是被大家笑话说 你们这个执政 叫做软趴趴的执政 在行政部门软趴趴 在立法院也是软趴趴 然后最后修了这个法 跟我们讲说 我们修这个法 我呼吁所有蓝军的朋友 看清楚 这就是国民党的这件事 修这个法 以为会有票 不会有票的 然后大家反弹更严重 可是这个好像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刚刚会我们提到 提醒我 李秀莲那个案子 还在法院 因为我们都想协认总统 忘记还有一个副总统 那个副总统就是李秀莲 这个也包括在内 李秀莲也包括在内 李秀莲那个案子 第一人为什么这么久不判 为什么这么久不判 因为他牵涉到特别会的案件 他不是国务局要会 他是特别会的案件 特别会的案件 特别会的案件 我就觉得以前 陈聪明说不愿意 统一解释啊干什么 那你好像是您上来了嘛 你统一个解释的到底 因为这个有的审判中 有的审判中 有的审判中 曾财中也有很多案子啊 对 也很多国民党的人 都也在曾财中 到底你要怎么办 因为特别会的案子 牵涉到历史公业的问题 你这个真的要 要不然的话 我认为台北地人 不愿意判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认为现在要判下去 很难判 所以才会多这么久 希望说你政府 做一个通案的解决 比较复杂 难度比较高 一个通案的解决 要不然一判下去的话 有的判有的没判 很麻烦 这样子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好 当时吴玉生在推这个案子的时候 因为大家不知道 阿扁挨了那么多 所以在国民党的内部 那个时候说 需不需要赶尽杀绝 那其实那个时候特征组 他的所有的起诉报告 那些都还没有提出来 所以当他推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不许的时候 他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那倒也不是怕民进党 而是说 第一个阿扁究竟挨了多少钱 第二个有没有必要要感性杀绝 然后第三个资讯不明 然后第四个没有用一个公文书做证据 所以这个案子才会一拖拖 拖了一直等二审完了以后 就是说大致上比较确定 他们才 就是说已经送在去年吧 去年已经送那个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然后就经过三审这样子过 今年才二审欸 今年六月才二审宣判欸 没有就是说去年的一审下来的时候 你刚不是讲二审 没有去年的 那我说错去年的一审 因为他起诉又判下来的 蔡守逊他又判下来了 然后才有今年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世界各国对正副总统里育条例 他们有不同的规范 像美国他是十年 那我们这是依照任期四年八年 不同的礼遇我们也逐年递卷 美国也是逐年递卷 刚我举男孩的例子 不在于他是起诉一审二审三审 而在于说他当时候的礼遇是怎么定的 如果今天他礼遇定在那里 没有像我们一样经过修改 路线起诉就算一审二审三审 他如果是当初条例是定验的话 他还是在这中间会有随护的这样一个礼遇 那美国的情况是说 你不只是政府总统 你包括他的子女他的太太甚至他的妈妈 他们只要符合重要人士 因为最近出了一本那个相关的那个 总统随护的那个书 他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他们都有礼遇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条例或是有还很了解 国安局他们是按照一个作业要点 你的国家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民情 你要怎么定 那是各国都互议的 那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议题是在于说 你到底面对一个第一位我们面对一个 现任总统他是这么重罪的话 一审还判无奇徒刑 我们这边的民情 或我们这边的道德规范的一个标准 我们怎么定 就我们定下来的一审 其实当初是在起诉阶段 他们就打算丢出这样一个 刚刚永华讲的没有错 其实蓝军他们多数 接近四分三多数 他如果要早做的话 在我们好几个月前 甚至去年前年的那个时候 那个舆论划来的时候 他就应该出手的 其实那时候是辖民意 或民气是最有利的 这个一个时机点 结果他搞到现在 我还觉得晚了 现在差距在哪里 你说不溯极寄网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检讨的话 你从一审到二审 这中间的钱 他是不是要还回来 无意宣出 对 那现在就是说不溯极借网 就说好啦 你一审已经到二审中间 有一段时间啦 我们不溯极借网 就你领走就领走了 对 那至于说 你一个现任元首 不管他有没有贪污 你现在留两三个人 还是说要几个人 才达到那个保护他 真正的安全的标准 我觉得蕙文一直在探讨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规定的 因为我们也没试过 对 你一大堆随乎 还是有美国总统 很多人都遭到枪击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说 阿扁当初我们在 这个研究他会不会有逃亡之余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他有好几次自己撇开一堆随乎 他自己去找那个小黄 有没有那个算命小黄 对 他自己可以随时说 我不要有随乎根 那时候他有考虑到他的安全 的这样一个标准 我们有派随乎 而且如果说 现在是交保对不对 我们给那些 过去派给阿扁的那些随乎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养他 以后如果这个法不休的话 他以后坐牢做个十几年 我们还继续吗 所以已经缩远到一个 最低的一个底线了 是 总比没有休的来得好了 是 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现在大家在看 GDP说创21年的新高 可以这个预估值充到了8% 可是很多人说我没感觉 我收入好像没增加 好像跟我无关 但是呢问题是 这个马总统觉得还是很开心啊 他认为的确经济有起色 应该要怎么样去解读 除了贫富差距 还有我们的官员跟民间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上的差距呢 稍微回来继续讨论